身為中央的一份子 你可能聽過性別人又是 不過你可能還不知道他的所在位置 甚至你也可能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不過如果你沒有聽過性別人又是 那你也可能聽過這套人物和春瑞老師 不過你也可能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接下來鳥社在今天的節目中將帶你秒看 坐落於文學院中神秘地帶的 紫色盤磁洞性別研究室 為什麼稱為紫色盤磁洞呢 先換個關子 待會就為你們介紹 首先我們要造訪的是性別研究室的主持人 何春瑞老師 瓜老師你好 你好 不要太嚴肅喔 不要太嚴肅 那我要被介紹成為盤磁洞的妖精嗎 不會啦 老師你身為性別研究室的主持人 納子會今天請稍微做簡單的描述一下 性別研究室到底是做什麼的啊 她到底提供些什麼給全校實生 性別研究室是1995年成立的 那成立的這個脈絡最主要的是因為這幾年來關於性別方面的議題和討論和爭議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學校裡也剛好有一些同仁對這個議題也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想說如果我們能夠聚集在一起 然後把力量集結在一起 然後做一些跟性別方面的研究 應該會對於我們的學術研究 對於校園 對於整個社會的空間 會有一些意義 那當時也剛好我們就洽詢一下 看文學院有沒有一些同仁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成立的時候我們有八位成立 其中有五位是英文系的 有一位哲言索 有一位中文系 還有一個是中文系 那就後來我們在這個成立的過程當中 覺得還蠻順的 因此就開始一個所謂的性別研究室 可是所謂研究室的話一定要有空間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到在什麼樣一個空間呢 所以我們就問文學院有沒有什麼要不要的空間 當然文學院有一個三樓舊館 三樓沒有人要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搬到喜歡去了 我們在三樓找一個空間 希望用的空間來進行一些活動啊 聚集討論啊 把我們設置上的一些資料放在一起 老師您指的是學術方面的資料活動嗎 我們其實是一個八腳章魚鋼 就是我們有一隻腳是很學術的很理論的 我們也有一隻腳是很生活運動的 還有一隻腳是蠻教育的蠻校園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蠻多功能的中心 所以我們在三樓找到一個空間以後 就開始把我們個人收集的 跟性別相關的書籍啦 簡報啦 資料啦 都匯集在那裡 看起來就有一點點小小的規模的樣子 第二年的時候 我們像學校升級了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因為原來那空間已經不服使用 所以學校就給了我們一個 有點像個主廠室的空間 我們就把這個主廠室給天花板拆啦 那個掉下來的燈針啦 把地洗啦 牆或什麼性感刷過 然後當然藉著我們的某一種美感和氣質 就把這個房間佈置成現在的這個 所謂的磐絲洞的樣子 然後我就自封為磐絲大仙了 磐絲大仙 老師 我們知道從文學院舊館一路走向 都可以看到紫色的裝扮 那紫色應該是跟性別研究是有蠻大的關係喔 那可不可以請您稍微討論一下 其實我們在態度挑選要把這個房間做成什麼顏色的 是有一些考量 比方說白色的話我覺得像醫院 粉紅色的話有點怕是妓院 那黃色的話看起來像幼稚園 藍色的話就怕被稱為有黨派異味 綠色的話你也知道也有黨派異味 所以後來想一想的時候 我就學運用一個不太一樣的顏色 那由於在性別領域之內的話 紫色在西方的這個運動傳統裡面 我們裡面代表的是關於性身份認同的代表 我們說同性戀者的運動 常常以紫色作為代表 那因為我們有點想 此色是一個蠻不安的顏色 可是紫色在中國的這個傳統裡面 就是一個帝王之色 是很穩重的顏色 很有特殊意義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說 好吧 那我們就來個深深淺潔 對 各樣的紫色 錯了在一起 是這樣子 那盤思動月是怎麼來的呢 盤思動這個名字啊 那要怪要怪中文系的康蘭馨老師 給我們取的名字 因為我們這個研究室裡面 有一些人是比較 助手在這裡的時間比較多的 那由於這裡面最重要的兩個女老師 一個是我 一個是女文系的丁乃菲老師 那如果你們見過我 或見過丁乃菲都知道 我們兩個這個尺寸是差很遠的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自稱 或據說也有校外人士稱呼 我們叫做大摩與小妖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名字 所以當康蘭馨老師加入性別研究室的時候 他就自稱為中怪 那我們就有三個很奇怪的女人 也因為這個樣子就變成了盤思動 我們就自稱為我們是盤思動 我們在這裡面是一些 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想法的女人 這跟八爪章魚有一點相近的 也有一點 八爪章魚其實是跟我們平常所說的事情有關 因為我們除了我們這裡有很多 跟性別相關的書籍 同時還有一些是禁書 還有一些是大陸的書 不太容易看到的 然後另外還有我們收集了 大概已經有六年之久的一些 跟台灣社會文化相關的簡報 收集了很多奇奇怪的東西 除了這些以外 除了資訊上的功能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發活動的功能 所以我們也辦一些校內的校共產會 或者一些小小的party 或者甚至我們大摩小妖 晚上會糾集一群女生 來談談什麼月經 還談懷孕 這種很切身的問題 同時我們學術的那一隻章魚腳 我們就去辦四星研討會 那我們今年又新開了一個項目 是超過型學術研討會 所以在業務項目上面來講的話 那個章魚腳的活動力蠻強的 不過我還可以講一下 我們也做性別教育方面的東西 所以性別就是其實跟桃園縣教育局 有很緊密的合作關係 是 我們替他們出貨一整本書 關於性別教育的基本閱讀資料 我們也自己出版一個一年三期的 關於性別教育的刊物 送給中小學的教師看 老師您剛剛提到那些 像禁書啊 還有私底下一些八卦性話題啊 我想這個在中央這麼保守的校園之內啊 好像還不是太容易被人接受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當年性別研究室95年成立的時候 中央校園其實應該說到現在 還是很保守 那當初在成立的時候 是不是會遇到什麼瓶頸啊 有可能是來自學校 或是老師啊 或是說學生啊 那會不會有對性別研究室提出質疑 或是說反彈嗎 那當初是怎麼克服呢 我們座落在一個變化很多 很複雜的一個社會裡面 所以其實是有一些人很開通 有一些人很保守 所以學校裡面當然 心懷疑懼的老師和同學都還蠻多的 因為有的時候就會有些人 有很異樣的眼光來看我們所做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性別就是 之所以自己自身為那個八爪章魚 就是我們做很多事情 那我們平常 因為我們處理的話題性別啊 性就是爭議性比較高的話題 可是因為我們在學術上面 理論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就我們所講的事情來講 我們總有一整套的理論 一整套的內容 那也比較不容易被人家找到病 因為我們講的話 即使是有的時候聽起來好像 沒聽過金氏愛俗 可是這個金氏愛俗的話 不是為了要讓你覺得驚訝 而是因為它後面有一整套的 關於社會的分析 關於社會的理論 那它有一些很深刻的內容 所以即使是有疑據的人 往往也只能在後面八卦 耳語、重傷、吵話 卻沒有辦法正面來跟我們連戰 因為要辯論的話 你還不見得能提出什麼 除了最古老的道德的那種話語之外的說法 而我卻可以告訴你一整套 也關於性和性別的社會文化的東西 可是這樣子的醜化不會對於性別 又是造成負面的影響嗎? 我想可能會 因為不知道的性別就是 或者沒有來過的人 他們可能會道聽途說 人云亦云 所以有一些印象 可是我覺得對付這樣子的耳語 對不起 耳語和醜化的最好的方式的話 大概就是用我們所做的 很多的建設性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出版一系列書籍 學術的到通俗的到教育的都有 我們出版定期的看護 這都是擺在中間上大家可以看 我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這一些所謂的具體的事實 其實在很多方面來講 是可以對抗那種沒來流的重傷 老師就您剛剛提到的嘛 性別研究師它不僅取代一些像學術性啊 或是比較教育性的活動 它也同時很積極參與一些社會活動啊 我剛剛看過您的一些 青年優勢的資料也約了解了一些 不過在96年的時候 有曾經舉辦過紀念奉晚的婦女夜遊活動啊 然後到最近的反廢工艙等等的活動 就我所知好像在這幾次的活動當中 有滿多學生參與的 然後我卻好像聽到一些謠傳說 學校對這些學生特別加以關外的眼光 那您對這樣子的看法是如何呢 那您又覺得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未來還會支持學生參與這樣的活動嗎 這還是我第一次聽說 原來學校裡也有情治單位啊 我以為原來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人二世拆掉了以後 或者整備整備拆掉了以後 這種方面的事情都比較爽快 我現在聽起來的話 當然還是有些人有點關切 不過我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一個多人的社會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見的人存在 那有一些人的話 當然可以使用他的特權去監控別人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那是他家的事我就不管了 那我是覺得作為一個教育單位 我教育當中從來不是想要他 他總是跟社會息息的相關的 所以我倒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而且作為大學生的話 成人本來就應該對於自己的社會參與 社會關懷有一些具體的行動 我也從來沒有使用滅合的權威去說 哪個同學一定要去或不去 對我來講就是 我們如果參與一個活動的話 我就會告訴他們說 有這個活動 誰告訴你去就去 誰不去就不去 我從來 事實上我也很少在課堂上 告訴同學的那個活動 我每次是在我們門口 貼上去有個什麼活動 所以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學校 可能也太小看了學生 對於社會的關切 因為很多學生沒有性別研究室 他也照樣去參加各樣的社會運動 在環保和團體隊伍當中 在公運的隊伍當中 非常多的學生存在 在復運的隊伍當中 也很多女學生 所以並不見得系列研究室 來了以後 學生才會怎麼樣 我倒覺得 那些人 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這個社會的不滿 是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去體驗的 那他們就參加了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情志單位這麼無聊 這只是道聽服說 不過好像真的有同學接到過 真的是關愛的電話 真的嗎 對 太有趣了 好 沒關係我下次記得 我們大合同的時候 記得給情志單位也送通知 歡迎他們來參加 需不需要把面 那些參加的學生 再看一下 其實沒有什麼 而且我覺得 學生參加運動 他們其實也知道他們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意義 或者風險 但是我覺得 如果一個學校的存在 不能夠使得學生 對於社會上面的不公 有更多的認識 而只是合避才平 那這種教育 其實也蠻可惜的 嗯 老師 我記得 曾經好像在前一兩年嗎 我看過性別 唯一辦過的一次戶外活動 就是有關愛滋病 備丹統治的 還有展覽的活動 那可不可以請您 就是說 稍微做一下解釋 為什麼要辦這樣子的活動 它的意義何在 我們這個研究是 因為研究的主題 是跟性別和性相關的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面 所有相關的活動 或者資料 我們都會收集 那那個年的話 因為機緣巧合 愛滋備丹 有在台灣來做第一次的展覽 所以我們就主動去接下他們說 能不能夠在台北地區之外 安排一個機會 讓我們有個展示的空間 這個也是愛滋備丹展覽 第一次離開台北區域 然後進入中立國的區域 所以我們接下來了以後 他們就說好可以 他們可以送一套備丹過來 而且他們也希望說 如果我們能夠加入 我們可以縫製一個備丹 所以當年我們就去辦這樣一個活動 有很多的男生女生 一起來加入 我覺得那個 在照片上看起來 回味當年 覺得實在是蠻有意思的一個活動 因為大概很少看到男生拿針線 可是在那一天的話 男生女生在同一塊大的這個旗幟上面 去縫上我們的那個圖案 那一種討論的過程 一面縫我們一面在談 為什麼這個人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他在設計裡面談的時候是 談到那幅海報的那個標題的話寫的是說 媽媽請親復留的手 因為有一位孩子他就是 其實青年人他得了愛滋病以後 全家人都跟他保持距離 不願意跟他有任何的身體上的接觸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無知的畏懼 其實使得這個孩子到死都很難過 他死前 最後一個希望就是 希望媽媽能夠再摸一次他的手 那我們當時在逢這個備丹的時候 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那我覺得那樣一個討論 其實可以使得大家去認識到說 對於愛滋病防治的一些很正確的觀念 不是說什麼跟人講講話 或者碰一下手都會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正確的觀念 以及有關於愛滋病患所受到的 各式各樣的歧視 都可以在一個縫製的具體的活動當中 傳達出來 對於那一次的活動 我們到目前還真的是滿進進入到 老師 可是我還是不明白 為什麼以備丹這樣子的材料 來作為宣導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遺憾呢? 我覺得這個跟愛滋病本性有點關聯 因為這個文化裡面 其實這種愛滋是一個羞恥的事情 所以家裡如果有人對愛滋病 他是希望全世界都不知道最好 那這種所謂的家醜不外洋的心理 其實是使得疾病防治工作很難開展 那國外一直有這種所謂流民計畫 就是你家裡有人死掉的時候 你會縫一床這種好像是被丹 其實上它其實也不是一個被丹 它是一個展示的一塊布 然後上面縫了他最心愛的花樣 或者把他喜歡的東西弄在上面 那都有一種紀念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也覺得這個意思滿不錯的 因為你可以透過這樣一個動作 來克服這個社會對於愛滋病患者 所帶有的那些歧視 因為你可以在這樣一個活動當中 很具體地去思考愛滋病患的那種感受 或者這個社會把他們孤立起來 隔絕起來的那種不公的行為 所以這樣一個被丹行為 我覺得當時其實很多同學都感覺到 其實我將來沒有得愛滋病 我死的所有人 如果我有朋友 如果我有親人肯為我逢這樣一塊布 紀念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我最喜歡去的地方 我最喜歡做的事 我最常講的口頭禪 那我覺得這種懷念的話 那它比一個冰冷的石灰來講 有意義的多 而且這樣一種懷念的話 也透過人和人間的關心感情 去抗拒我們社會的 對於愛滋的成見 對於有關於性的這種疾病 或者扶動的成見 我要各位觀眾 如果你錯過了愛滋病被丹的展示展覽的話 你可不要錯過性別年幼虛的增長資料 趕快來我們牌試動玩玩 對 老師還有喔 你剛剛提到說 性別研究室 它不僅說在學術上還有社會活動 最重要就是教育的一環 你知道你在英文系所有開課那是必然的 那我好像也知道您在教育學程啊 還有通識中心也同時開設 類似的相關課程 甚至在最近您又在桃園地區接下來的中小學 甚至到高中的一些教育推展工作 那可不可以請您談一下就是說 您在這方面所做的一些研討會啊 或是出版刊物啊 那您是不是還會朝其他的方向繼續邁進呢 目前的話 我們在出版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這樣定期會出兩個 一個是學術刊物 一個是給中小學教師閱讀的 這個性別教育的相關資料 我們在出版工作上已經是工作量很大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充分的人 一個遺憾物力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 然後自己累得要死的事了 那另外的話在這個性別教育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計劃 就要能做比較多的事情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此刻的性別教育 雖然被教育部大力推動 可是這樣一個教育部推動的性別教育內容 其實非常平級的 因為它的內容最主要的 還是蠻傳統的內容 男生要像男生 女生要像女生 然後你們就要胡思互相尊重就好了 那這種教育其實在我們社會 已經進行了無數年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因為這種教育我把它稱為叫做道德感化教育 那也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那還有一些做法呢 叫做證明宣導式的教育 就是上級來的命令說你們要做什麼活動 他們就大家行禮如宜的做一做 可是真正是不是能夠改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能夠改變大家對於性別的看法 對於身體的看法 我都蠻沉溺的 也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自己希望能夠撰寫一些很好的 有前瞻的眼界 有理論的根基 能夠改變世界的一種教育的觀念 所以我們的性別教育是 我怕比教改的理念還要更前面 那種你學生的主體出發 尊重人 尊重感覺 很看重感覺 很看重人和人之間的互動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可是你覺得你們的出現 對這樣子的環境造成很大的改變嗎 哎呀 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像要問別人 他們到底被碰到多少 對我讀畫了多少 對我撞擊了多少 因為對我來講的話 我所學 我所知 我所感 都文化在我所寫的 我所教的 我所做的 我所講的 我所出版的這些東西裡面 我只能盡力做 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樣大的影響力的話 那是留給別人去想的 老師 那您就是說 除了在這方面做推廣之外 我想說 您是不是未來有新的計劃說 在校園裡面要怎麼樣去推動 這個研究是研究的方向 還有辦的一些活動 我們目前已經進行的 這些出版事業 學術活動事業 已經非常非常豐富 我覺得 那未來的話 我可以預期的 在短期之內 因為我們覺得會比較熱烈開展的一些事情 恐怕會相關於各個層級學校 目前在教育部的指示之下 要成立的各式各樣的委員會 像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目前桃園縣教育局 在縣的層次上已經成立 那我是其中委員之一 然後下面的話 每一個學校 據說都會成立 有關於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那這部分委員會怎麼會成立法 成立以後怎麼運作 會不會形成另外一種 成立式的宣傳 對啦 或者很無聊的那種 進化世界 什麼心靈改革 之類的 這種活動的話 那這一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我會有興趣要介入 希望這種 推廣的新的教育的話 不是在董布舊關係 舊的權力鼓勵的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我認為是未來可能要做的 另外一部分的話 也是我們目前在介入 就是桃園縣的勞工局 有進行就業輔導方面的 關於性騷擾 職場上的性騷擾 或者就業不平等 這種問題 那目前的話 我也是桃園縣勞工局 這方面的一個諮詢人員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也會希望 在這方面有一些介入 因為我覺得眼下大家對於性騷擾的定義 說法能過於簡單 就是把女人想成是聖節的 男人想成是大野狼 那我覺得這一類型的很簡單的刻畫 其實對於我們彼此認識 什麼叫性騷擾 沒什麼好處 所以我們也希望 比方說像我們現在 系列研究 這個學術開文 第五期和第六期的 和泰就預備做性騷擾的題目 然後提出一些 如他一樣的有關性的二部標 把那中間的複雜性 把人類感覺裡的矛盾心 希望能夠揭露出來 因為我不覺得這個世界 是這麼清楚的 一刀二切的黑板兩分 善樂兩名 不過何老師我想 你要怎麼介入 可能還不是可以您說的時候 喔不 我的介入通常是 有的時候 你不介入也會有人來找你 因為世界上的不公平的事情是很多 會有很多人到處 希望能夠取得援助 那我們在我們的位置上面 我們能夠插手進去 提供一些什麼樣的意見 能夠做成什麼樣的一些 決策的話 當然我們已經沒有 其實會很累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辛苦會有代價嗎 我不知道耶 我通常做事情 沒有去想代價 因為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實際性的研究是一件事情 那我自己個人有 我自己的學術生活 我有我自己的研究 我自己喜歡讀書 我自己喜歡讀書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必須在 我微信的研究室所做的這些事情之外 在搜尋時間來做 所以 我有點覺得 我是二次想去上班的人 太苦了 沒有中休二日 不過今天還是很謝謝何老師 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您 老師您要不要借著這個機會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方性別廣告一下 我不知道要不要廣告 我覺得 你們愛來就來吧 不愛來也沒關係 個人也有各自爽的方式 好 謝謝何老師 看完了以上的專訪 你是否想對性別研究室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呢 看完了以上的專訪 你是不是想對性別研究室做進一步的了解呢 我想問一下 好 好 我看完了以上的專訪 你是不是想對性別研究室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性別研究室呢 你是不是想對性別研究室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性別研究室呢 好 好 我們要去上班的專訪 我來講 好 好 我來講 好 還有環絲洞的內幕 咦 這位左邊穿黑色衣服的小姐是誰呢 仔細一看 好像是怡靜喔 仔細一看才發現我是怡靜 對啊 性別研究室的專任助理 我怎麼可以不認識呢 怡靜啊 可不可以今天請你來談一談 性別研究室到底它的軟硬體 提供些什麼功能呢 還有這個地方到底提供哪些服務 提供哪些服務喔 就是比如說最基本的 你可以老實講嗎 好 我一定會很老實的 你看我們 我現在坐的這個地方是 非常舒適可以當床的 某些類似沙發的東西吧 你是說可以在上面進行某些活動喔 盡量不要愛到別人我是不會阻止 如果愛到別人我可能就會站出來阻止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啦 你攝影機後方可能有一些椅子 然後那些椅子是 坐起來是蠻舒服的啦 那我想很多同學就是上完課之後 有點腰痠背痛的就會來這邊靠 靠腰靠靠背這樣子 減輕一下上課的壓力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很多的書啊漫畫啊 不過到分都是跟兩性有關係的嘛 只是這樣子而已嗎 當然還是有些憲自己的東西啦 那如果你來你想看找不到可以 當然可以問我啦 我就是絕對不會保留的 那書 那對對對很重要的是我們這邊有 你還是看不到 那我手裡一下好了 在旁邊這邊有很多簡報資料 那這是我們很辛苦整理出來的 那如果有需要的是可以來這邊看 那不能帶走 對我們這邊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東西都不能帶走 不過垃圾你自己帶來當然可以帶走啦 然後呢 那音樂就會說可以不帶走啦 可以不帶走 那你可能就會看到我拿什麼狼牙放在旁邊 欸小姐 好那我是不會這麼跑力的 那還有什麼 好對我們這邊有茶啊 咖啡啊 不過呢 因為怕大家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怎麼收了一些茶水錢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自己是中指發投錢啦 我當然不可能站在你後面跟你說 小姐先生要投錢這樣子 那基本上這邊是蠻自由的啦 那還不是這樣子 不對喔 已盡你有所保留喔 我聽何老師說這邊有一些禁書欸 蛤 有這樣子嗎 禁書那也都在上面 然後那也沒有什麼很近嘛 來這邊你要看就看啊 我們又不會禁止你看 喔原來何老師的禁是這個禁 對 欸接下來 鏡頭面對著一個方圓大臉的 妖型大漢 鍾翰先生 請問您今天合理到貴寶地 為什麼經常廝守在這個性別研究室 沒有我覺得在這邊會有灰熟感 灰熟感 對啊然後 其實 學校有很多 雖然有很多地方 可是 一個 我覺得以一個文學院的學生來講的話 幾乎 大概很 能夠去的地方很少 對 就在這邊啊 這邊有很多我喜歡的一些 一些 研究啊 一些書可以過來看 然後還有很多人可以過來發掛啊 然後分享一些社區媽媽的資訊啊 社區媽媽 對啊像 剛剛我就拿一對那種 什麼 rebooking的那種 折迦券 喔原來社區媽媽是這個功用 對 我還以為真的會有媽媽過來 你有看過嗎 沒有就是 其實社區媽媽 我會自己會覺得就是 嗯 一種 大家 在生活上一種 共享一些食物啦 或是一些資訊上 這種流通啊 可能大家都常會去寫拼啊 或是說 購物 大家就是 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在留言簿 或是你可以帶一些東西來 放在這個地方 嗯 您剛剛提到八卦 那你跟八卦哪些話題 八卦 當然八卦呢 誰跟誰在一起啊 誰跟誰有 一些什麼 不可告然的祕密 曖昧啊 或是說 怎麼今天我去報紙看到什麼新聞啊 想要來這邊跟大家講啊 對啊 這些 其實 其實就是 我會 我把這邊其實當成像社區這樣子 社區 對啊 社區 就是很多人會來流透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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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讓我們接下來訪問 嗯 鏡頭當中 您看到的 妖嬌 逼雷路寫 就是信蝶研究室的兼任助理 薛門小姐 旁邊帶著一隻 加菲貓 那不是這位 加菲貓 那不是這位 首先啊 我們請薛門來談一談囉 欸 薛門 聽說您是網路上的風雲人物 幾乎 在網路上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你也是信蝶版的版主 曾經在網路上發表轟動一時的 洪曉慧 VS 許家珍 還有 成真營地夜情 引起軒然大波 然後 網路上也諸多筆伐 甚至面臨被隔除版主的職務 請問你之所以發表這樣子的文章 跟你加入信蝶 就是 嗯 所受到的薰陶是不是有關呢 那你所真正要表達的寓意又是什麼 基本上我覺得你會把這兩件事情一起講 會有點奇怪 因為 其實這兩個事情 嗯 性質並不是那麼完全相關 對 因為一個其實是有點像 所謂影色文學那種東西 那種性質 那另外一個純粹是一個 關於性的 的那個 這個領域的東西 然後 事實上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 就是在你剛剛做我的介紹的時候 我並不完全算是性別的堅韌主 因為我跟性別 能算正式的指稱大概是公主身 對 然後 另外 洪小慧在一篇文章 他的正式名字是叫 黑衣女子 什麼什麼 對 然後 真正葉寫那個事情呢 其實不是我扣的 但是 很有趣的是 其實大家常常會把這些事情 然後 就通通夢到我頭上 那當然 當然這也是無可厚非啦 因為 常常來性別就是一定的 對 然後 當性別版的版主 這也是 這也是沒有錯 那會把這些事情 歸到我頭上 那也就 除了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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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又到了 對啊 那剛剛說 有什麼寓意的話 嗯 洪小慧那篇文章 那時候大家是會覺得說 因為那篇其實主要的主旨 是在影射他們兩個 其實是同性別的關係 洪小慧在舉家針 那其實那是一個 嗯 那怎麼講 稍微有細一點的人士 都可以看得出來的一個事實 但是 沒有人要去提他 那我當然會覺得說 用一個 嗯 不是新聞報導的方式 去寫這樣的一個事實出來 那當然可以 怎麼講 有點逃避說 新聞一定要是真實的那種責任 那我就用一個 文學的形式的樣子出事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 呃 真理夜勤那個事情 其實那時候我網友上來 真理夜勤之後 我沒有特別去處理 但當然我也沒有說 特別去鼓勵 那 其實不處理可能就算是 口中鼓勵 對於龍貓站的那個站長來說 他的態度當然顯然會覺得是那樣子 那其實我那時候 我對那個 性別版的管理其實是蠻棒的 就是除了會砍一些 那個過期的通知 什麼活動通知之外 其他事情我幾乎都 而且我幾乎都 我也都不會管 那這個意思當然就是希望 各方的疫情都能夠出來 那 真理夜勤那個事情 當然就是怎麼講 網路上其實大家 爭議夜勤的事情是很廣泛的 大家玩PBS的人都知道 那 但是 沒有人敢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然後 結果有人上來 爭議夜勤啦 然後我當然覺得這個很好啊 因為把一個 把一個在地底下做的事情 弄到檯面上來說 一弄上來之後呢 果然 我那時候就想 這個可能會給性別版 帶來一些爭議 然後也會給我的版主的職權 帶來一些威脅 果不其然 大概一個半月之後 就有人告到那個 戰錄的那個版上面去了 不是 去這邊沒有被選上嗎 還是怎麼樣 什麼東西給我 不是去印證沒有選上嗎 很有可能 對阿 一直心理不太舒服 然後 就是有一些人就很不爽 然後 他們就是 就是上去說 說 有人在那邊 在網路上搞這個東西啊 然後基於為了維持 想要站著戰功三兩公司 所以 請站著去處理 這樣就先接下我 那我就說 我希望先暫時看一下 哪個地方 那個狀況是怎麼發展的 對啊 然後 但是 溝通過幾次之後 那個 他們就跟我說說 如果再不處理 版主的職務就被人用掉 大概再過了一個半月 OK 謝謝 學們對我們的談話 然後 就我所得 我剛剛的用語 好像是錯誤的 就是面臨被砍版主的職務而已 是已經被砍了 是已經被砍了 好 接下來轉到 烏娜小姐 欸 你好像才演藝而已 而且大學不訓練這裡 我剛剛錯像高中誰 怎麼像演藝啊 歐禮白用了 我炎二啦 好吧 那你不要提這個問題 OK 那你怎麼會想要加入這個團體呢 然後你當初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 來到這裡 然後這裡到底為你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或是你期許這裡能夠對你帶來什麼樣的轉變 這問題其實這樣看起來蠻大的 好像國家社會民主包袱全部過來了 我覺得這 講簡單一點啊 那個人非常個人的原因 就是說 我當初在考研究所的時候 就有老師跟我說 聽說這邊性別研究室啊 海中華研究的東西不錯嘛 我覺得想的也是 因為畢竟 性別或什麼東西 在台灣已經幾乎成了某種風潮了 或者說 這已經融入到生活裡面 可是只是說 有些人不願意面對會怎麼樣 那已經是政治和生活不可分了 會覺得 然後我會覺得說 像這種性別一樣 可以算是 好像 好 真的拿我的觀點來講啊 比如說報告上看有些人 還在講說 什麼 什麼國中生要怎樣怎樣 不要小心要懷疑要不要墮胎 什麼那種東西的時候 那種很可笑啦 當然 我會覺得 主要就是為了增加點自己的知識 不會被人家幫助那種很可笑的人嘛 就是 學學東西嘛 主要是學學 學學 對 學家從不同的觀點去看很多事情嘛 嗯 對 因為你覺得 一般我們接受到資訊都蠻主流的嘛 很多其他的人 事實上所謂主流 還沒講說 人數也能少啊 可能只有算中產階級啊 或什麼 某種階級以上的人 然後稱他們為主流 然後大部分上是什麼 不管是說同事 或勞工啊 或各方面的人 或工商 大家都把他們當作好像 那是他們自己小說 或是他們的群民幣 無論不用就可以了嗎 可是真的 所謂主流根本人數也很少 他們才是所謂的少數啊 就是可以試著從 就是一般媒體上面 都是大概是所謂主流的樣子嘛 就是可以 要學著從不同觀點去看吧 嗯 OK 今天非常謝謝 吳娜跟學員們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 很多人都知道 性別研究室的主持人 是英文系所所製成的 那旗下的成員也大部分 都是英文系所的老師 不過很少人知道 他幕後的工程 還有創辦人 還包括外系所的成員 今天很高興為您邀請到 哲研所的 林一斌 林老師 林老師你好 不一樣的招呼方式喔 老師 請你談一下 你當初 在這麼多英文系的成員下 你怎麼會 想要加入 這樣子的一個 研究室的成立呢 或是 您當初 之所以加入他的動機 是什麼 還有您當初 創辦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心酸事 可以談一談 因為 你問這問題 對我來講 畢物構成問題 是因為我們一開始 並不是想說 我要去加入一個英文系的 就是說 一些不同系統的老師 抽在一起 表演一個研究室 那 他現在 他在行政上 屬於英文系 是因為 整個這個學校的體制規定 就是 你學校的單位 基本上要 屬於某一個系統 就是這樣子 我們 辛酸史的話 其實不一定 什麼辛酸史 就是說 以前 一開始 並不在這個場地 那 這個看起來 這個房間也蠻大的 就好像說 離職就到 樓上一個英文系的 舊的教室 教室的時候 辦公室 那辦公室都是 那種很爛的 蠻蠻可見的 一開始就覺得 好像可能 那個地方很不好 但是其實 後來 經過一個佈置 我發現這個地方 變得非常漂亮 就有事在人為 就一年以後 半開的時候 反而都覺得 呃呃呃呃呃 現在 對 但是當然新的房間 也不錯了 那是有一個 比較私人的問題 覺得你每次的裝扮 都蠻炫的 是不是跟您來這邊的心情 有所關聯 沒有耶 我 還有 那 會炫 會吧 我來炫都 都裝龜身子的樣子 都會炫 會嗎 對啊 都 不好意思 太那種 那種 把我去PUB的衣 拿出來 喔 就更炫的衣服 那當然 好 言歸正傳 我現在想請問你 那 新年又是從95年成立到現在 也不過短了兩三年不到的時間 那您是不是在這兩三年之間有看到他 經過一些轉變啊 或是說來這邊的成員 或是學生有一些比較具體的轉變 學生基本上變化沒有那麼大 我不是說是同樣的一批學生 但是基本上是同樣的倾向的學生 他們會來這個地方 從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那 這個 基本上對性別理論有興趣的學生 那還有一些入門系的同學 那 至於這個世本身的話 我覺得就是 可能做的事情可能更多一點 嗯 出版物啊 什麼 像我們現在會議的一年辦了兩次 你老師 可是就我所觀察到的 性別研究室 會來這邊的 好像不是只有英文系的學生 我看到蠻多外性的學生 甚至包括工學院的人都來了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說他是對性別的議題 有興趣的學生才會來的 對 所以當然不限英文系 但是英文系的人不少啊 嗯 對 那你覺得之所以最心隱藏的 難道只有說一些資料 或是說學術上的研究而已嗎 嗯 就是 大家對這種東西有興趣 那我們學校裡面就沒有這種 這種類型的東西 嗯 這我猜的啊 其實人會怎麼猜 我並不知道 我從來也沒有去問人家 那 可能 不曉得 大家就說拿來習慣 那邊交到朋友 大家就會繼續來 嗯 那 也有很多人不來啊 嗯 可是我看到桌上也擺了一些 蠻奇特的東西 不是一般研究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當初擺這些東西 是不是也是吸引同學來了一個目的的路 嗯 沒有啊 其實很多東西是 是 就是 人來了以後慢慢的 大家就開始找點事情做 來玩 你所謂的東西 像化妝品嗎 嗯 對啊 對化妝品 這當然是說 因為 可能也許是 我們也覺得就是說 身體的裝扮其實很重要 而且其實一開始是指甲油而已 而且比較是希望說是男性塗指甲油 那這個 後來當然也不一定要男性塗啦 女性塗也可以嘛 然後我們還辦回一個起家一個大會 然後以後慢慢的是化妝品總的又增加了 其實很多並不是我買的 而且大家就把這個東西慢慢帶來 然後就是來這邊也做化妝玩啊 這種東西 我覺得可能還是因為 因為一開始有些人在那邊玩 所以不能玩出來 嗯 其實 我想 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 嗯 老師還有就是說 這個研究室啊 在大家這麼努力之下成立了 而且做了不少 嗯 學術性啊 或是說公益性啊 或是說公益性啊 或是活動性的 一些 一些 成果 那你們覺得說 在這些成果的顯現之中 會不會說 跟你預期的有所差距 或是說它已經達到你預期的效果了 其實這個很 很難講 反正就是說 看著換吧 這能有多大的 能有多大的 能繼續做吧 我沒有 沒有敢講說 很容易 而且 很多事情都是說 它一進來了 譬如說現在 有一個人想要來台灣 一個學者 或是一個什麼 跟性別運動相關的人 那我們就安排 嗯 開會啊 或是出版啊 然後呢 希望這個東西 我們做為公的圓滿 那我就覺得就很好了 所以我 至於這個東西 它到底能夠達到什麼效果 這種東西本來去評估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你如果說 就是說參加這些會的人 他們覺得他們有什麼收穫 或者他們覺得有什麼效果 那就是他們自己會去評估 我不太能夠給你講一個 你講過一個很客觀的立場 我告訴你說 這曾經有打過什麼 你不要 老師 你是哲夜所的老師 你在自己所上上課的時候 你會宣導自己的學生來這邊參加嗎 沒有耶 不會耶 不會啊 對 我想 我不知道 我想我們自己的老師都沒有這樣子吧 因為這種東西強迫不來的 對 就是 說實在話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的去 考慮到學生在這裡的活動 沒有特別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想說 是特別希望學生來 或是希望全部來 或者說可以擺約東西 怎麼樣 都沒有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 因為反正空間設計上 原來就是說 反正人都可以來這裡玩 要講話 就可以 但是當然我們會想到說 只要是來 我希望大家能夠來得舒服一點 有茶喝 有水喝 然後比較沒有什麼拘束 然後一般這邊 草草報道也沒什麼關係 對 就這樣子 老師 您好像在性別 教育學生也有開設 類似性別教育這樣的課程 那您在那邊上課是應觀眾要求呢 還是帶著性別研究室的實力感 沒有啦 沒有 性別研究室沒有實力感 沒有 開教育學生其實主要原因 這是因為 這是因為 人家要我教九個小時 我基本上 我要湊三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學分在大學部嘛 那我可以教 同時也可以教教育學程嘛 那像我今年如果開一點點性別的話 是因為那個 教育學程中 希望我能夠開一個性別的 其實我也 我覺得性別的教育這種東西 不是那麼好教出來 我這邊教材不多 然後一般來講 搞性別教育 寫的東西都不是很好 這個學術方面的東西 其實是蠻少的 而且就是搞這些人 搞這些東西的人 我覺得很多都是教育學院出來的 他們學術基礎不夠 不只是台灣嘛 西方也是這樣 但是那個東西 沒有什麼營養 沒有什麼看透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好教的 所以基本上我開課 那我今年的話 我開性別 比較有一部分是性別 但我有開年齡 開兒童的建構 對 這種 那我先開就是社會學法 教育生活 階級的這個 還有一些社會權力關係的複製 這樣的東西 那 所以我裡面有時候特別的想要 開什麼性別教育的課 老師你有沒有想過把學生換一個場景 改到這邊來上課 我覺得這邊環境還有一個 有啊 有來過啊 因為那個 有時候夏天太熱的時候 這邊有人很氣就跑到這邊 但是要學生比較少的時候 對 然後但是問題是說來過一兩次 所以我後來發現大家基本上都沒辦法上課 咦 怎麼會呢 因為就是大家就在這邊 因為旁邊有時候也有人嘛 上課還會吵到別人 或者是就 然後 放任 對 放任制 對 老師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嗯 成立也兩三年了嘛 那 三年了 是不是會有一些 想要推動的大目標啊 或是說 感到性別研究室的大目標 嗯 沒有 我覺得像以我們現在的 已經還好的東西來講 我覺得能夠生存下去就已經不錯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個你 要經營這樣就是 你基本上每天才有經費 因為你有很多東西你看不見的 那個 紙張啊 探粉啊 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東西像人事 像我們那個助理 助理的錢不容易 一年要幾十萬 OK 這可能說了有就沒有 說了有就沒有 沒有的話就很糟糕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能夠生存下去 這是已經是最大的目標 然後你現在有會議 然後有出版 出版就按起出版 你那東西如果能夠按起出版 就已經不錯了 對 像我們最近要出版新年就 不過這個暑假我哪裡都沒有去玩啊 天天都在家裡啊 最近這一兩禮拜每天是睡三四個鐘頭了 今天在趕東西 所以 所以 所以基本上怎麼屬於幹 所以老師 您剛剛提到性別研究是這樣子的專刊 但是屬於比較學術性的呢 還是比較生活嗎 性別研究是一個學術的態度 對 因為我們也是一個學術的態度 所以我們可能沒有什麼生活化 OK 今天謝謝 好 麗麗斌斌老師給我們的專訪 好 好